這五千元振興券我還是主張每一個危機都是轉機 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把整個台北市的數位轉型加深 所以這次中央要發這五千元振興券 我非常鼓勵我們的視頻朋友選用電子支付 那對台北市長當然是 因為有一年我去愛沙尼亞 然後他們在講說一個國家如何完全數位化 最重要一件事情叫Identification 就是說在系統裡面怎麼確定你是誰 所以後來我們就回來思考一下 我們在台北市建立Identication有三樣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一卡一通一戶 卡就是悠遊卡 你要知道我們台北市的學生還有長者 每個都有記名的悠遊卡還有我們的公務員 你想想看我們學生就已經22萬人 公務員8萬 再加上我們的長者 計一塊50萬人 所以在整個台北市使用記名的悠遊卡人數 是加起來就多少 我剛才算過22萬加8萬加50萬 多少 80萬 80萬 不得了 已經佔總人口快要三分之一了 所以一卡再一通 我們最近開始在推台北通 剛好疫情來 你進出場館都要刷馬 刷QR Code對不對 台北通我們現在其實我們都做好了 現在只等中央通行我們馬上就可以上線 什麼叫台北通的健康通行證 因為我們台北通跟健保局的資料都連接嘛 所以你只要打過2個疫苗 一按下去它就是綠色 打過一劑按下去它就是黃色的 一劑都沒打要紅色的 所以我每次講說理論上 打過兩劑的人要進餐廳 那就不用再不用管制了 打兩劑會不會有突破性感染 答案是會的 但是數量少很多 所以我們要合理的風險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 台北通變成數位通行證 其實技術上都做好了 現在只等中央都要同意就放心 其實我們縣什麼都可以連 都做好了 所以台北通人 要一個一戶就悠遊戶 因為這個悠遊戶 所以一卡一通一戶 他們都可以串聯 所以如果在台北市要生活的話 一卡一通一戶 用這三樣東西證明你在ICT系統 你是誰 讓你每一筆消費都可以記名 都可以追蹤 非常好用 所以我非常鼓勵我們台北市市民 我們利用這次五千元振興建的機會 所以把一卡一通一戶在台北市徹底的推行下去 所以是這樣 為了鼓勵大家使用一卡一通一戶 你知道 如果採用悠遊戶來領這個五千元的振興券 就是消費五千給五千 但是這給五千是類似Coupon券 就是你要在 折價券再去買東西 那悠遊卡是這樣 特別是我們的漲者 65歲的漲者 如果你選用你的敬老卡 來領這五千元的話 我們特別有那個叫黃毅家電給你選 這個要跟大家先報告 我們已經發了大概一千萬的預算 要把整個台北市的償款 改成用悠遊卡進出 因為我最近每次去百貨公司 一進門 他要叫我用悠遊 把那個台北通拿出來 還要刷那個QR Code 我每次站在那裡大概花不了一分鐘 可是我們在環南市場跟北農市場已經實驗成功了 只要這悠遊卡是記名的 直接進出就可以了 只要是記名的直接進出就可以了 這樣速度會怪很多 跟你在過那個街的差門一樣 所以將來我相信我們 我們從公有場館開始改 那公有場館一成功以後 我相信所有百貨公司餐廳 以後都會用那個刷卡的 所以將來是這樣 進出這種場館 使用記名的悠遊卡 速度會怪很多 會讓你在台北生活變得更方便 所以結論是 因為這次中央要發行這個 五千元振興券的機會 把一卡一通一戶在台北實現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謝謝大家 結果可以еюсь很重要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再次分享 這就是我們在台北 今天來的 我們要有的 設計 你在